為兒童舉辦的活動還有今年非常盛行的路跑 那麼在四月份將有一場專屬於兒童的路跑活動即將要登場了 那麼主辦單位是選在今天來到國小讓小朋友們能夠享受體驗 藝人 南全媽媽的雨豪是化身為一日導師 帶領小朋友們是體驗了跑步的樂趣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大家一起認真做暖身運動 仔細一看這群在暖身的人都是國小學童 因為他們待會就要加入跑步的訓練 所以暖身活動可不能馬虎 帶頭的大哥哥也很特別是藝人南全媽媽的雨豪 他強調小朋友跑步一定要循序漸進慢慢來 四十二K可能會太長 因為四十二K跑完就像被一台車撞到一樣 那種損傷 是真的傷害很大 所以我建議是從五公里的訓練開始 就是希望說台灣的小朋友也可以注重長跑這一塊 就是不要輸給日本這樣 主持人一聲令下這群國小學童起跑向前衝 他們要率先體驗四月即將登場的兒童路跑 看到小朋友這麼認真跑 雨豪也想起小時候參加大隊接力 卻拖累班上同學的糗事 大隊接力因為每個人都要參加嘛 然後我那一棒換我跑的時候 就是大概有五個人超過我 然後導致於說我們班原本是很快 就變成是倒數第二 所以就是被同學當眾的羞辱這樣 場上的國小學童們可沒有因為只是體驗就放鬆 個個都全力以赴 雖然雨豪沒有下場一起跑 不過可別小看他 因為他去年用三小時四十二分跑完全馬 是中港台跑得最快的藝人 這一天來到國小擔任一日導師 雨豪也是有備而來 其實我還蠻少接觸這麼大群的小朋友 那還好因為我家是音樂教室 那音樂教室偶爾就是會有小朋友 就是會在前面衝來衝去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辦法就是送禮物 只要送禮物小朋友就會安靜 所以我就帶來幾張周九仁的簽名照 對 使出小秘訣用小禮物和學童套交情 第三屆的兒童路跑也準備了一些小零食 讓小朋友都能開心跑步 四月十一號即將登場的路跑賽 今年還特別增加一公里的親子組 讓全家大小可以在週末假日一起走出戶外 有電TV 許嘉勇 鄭惠仁 台北報導